芋头还有较多的素蛋白 淀粉 聚糖 醋纤维和糖 蛋白质的含量一般比其他高蛋白植物 如大豆之类的都要高 长期食用能解毒滋补身体 芋头中有一种天然的多糖类高分子植物交替 有很好的止泻作用 并能增强人体的免疫功能 那么今天蛋格就用芋头来教你做一道芋头卷 把面粉开窝 再放入适量的砂糖 酵母 泡打粉 清水半至糖融化 再将面粉一起拌匀 搓成柔滑的面团 静置30分钟 静置好后把面团切成多个小面团 将小面团分别擀成日子形的长条 再把切成块的香鱼和火腩放在面皮上 然后卷起来捏成形 放入正楼内静置30分钟 松弛开大火正月8分钟就可以了 不知道你们喜不喜欢吃芋头呢